当马叔化身一拳超人 当朱莉化身女战神 漫威最新电影永恒族奉上 五千年前的欧亚大陆上 平空出现一扇石门 紧接着迅速变成一艘飞船 永恒族们缓缓走出 芬姐捡起一旁的匕首 匕首瞬间变成金色 这是人类第一次与永恒族接触 而这把匕首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文物 芬姐看着手机丝毫没意识到 它要迟到了 而其余九名永恒族也跟它一样 全部隐藏在人类社会中 芬姐正在给学生上课 突然发生地震 墙上的化石马上就要坠落 好在芬姐小手一伸就让它化为了面粉 酒吧里帅哥正在搭讪美女 可却摸不到美女的手 小伙震惊了 美女只能借口跑路 哪知道美女小手一挥就变成了一个女孩 原来她也是永恒族医员 幻影 晚上三个人走在安静的河边 丝毫没有注意到水里的异常 突然一个怪兽从水中爬出 芬姐马上施展能力 怪兽深深陷入地下 紧接着 芬姐又恢复了地面的硬度 将怪兽牢牢锁在下面 三人慌忙逃跑 可芬姐的法术只能暂时困住她 很快 怪兽就摆脱了束缚 为了男友的安全 芬姐独自一人引开怪兽 而怪兽仿佛有什么仇恨一般 对她紧追不舍 就在这时 芬姐周围出现了无数分身 原来是幻影赶了过来 怪兽被众多分身团团围住 一时无法分辨真假 芬姐与幻影则趁机离开 可仅仅几秒钟 怪兽就找到了幻影的真身 将她击倒在地 他们还在反应的时候 怪兽已经被打了个来回 原来是另一名永恒族眼哥赶到 可还没摔过三秒 就被怪兽一下扑到 公交车直接被撞飞起来 司机安然无恙地从花瓣中爬起 怪兽依旧还在 他又冲向眼哥 眼哥飞了起来 用凶狠的目光给怪兽致命一击 但让人震惊的是 怪兽的伤口竟然可以自愈 眼哥见状继续攻击 怪兽却逃进了水里 幻影轻轻一挥手 众人便消失不见 慌乱过后 芬姐向男友解释一切 原来他们是七千年前 来到地球的永恒族 使命是保护人类免受伤害 而刚才的怪兽 就是专制人类的变异族 原本在五世纪时 永恒族就消灭了他们 可最近他们又重新回到了人类世界 当男友问他 为什么不阻止纽约大战 不阻止灭霸 女友给出的解释是 永恒族不能干预人类冲突 除非有变异族出现 晚上永恒族三人一起分析情况 为什么那只怪兽可以自愈 为什么明明他专制人类 却偏偏要攻击永恒族 这绝不是巧合 看来地球出了大问题 三人决定找回剩余七名成员 永恒族在七千年内 第一次有人死亡 而之前遭遇的变异族 似乎抢夺了原属于他们的治愈能力 一个金色的球体飞出 静直冲向分解体内 它周围的景象突然变化 最后变成一座巨大的石碑 这是永恒族的神明 可他只说了一句 时间到了就消失不见 在印度 他们找到了成员枪手 枪手作为印度最火爆的电影明星 混得风生水起 当枪手知道治愈死亡 停下了手中的画笔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毅然放弃了正在拍摄的电影 与众人来到澳洲 这里住着两位最凶狠的战士 当马叔得知治愈死亡的消息 悲伤地捏碎了平底骨 而朱莉坐在树下 不停地画着什么 朱莉病了 得了一种永恒族也无法治愈的病 永魔症 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 作为女战神的他 脑子里充满了杀戮 关键时刻 幻影变化着周围景象 给他讲曾经的故事 试图唤醒朱莉 他的眼睛不断闪动 仿佛找回了自己 在马叔的安抚下 他终于恢复了正常 饭桌上 马叔嘲讽幻影的年龄 并没有给他酒喝 而幻影则小手一挥 将凶悍的马叔变成一名巨婴 众人都嬉笑不已 分解独自走出 看着朱莉入魔时画的画 若有所思 马叔出来解释到 朱莉画的是一个星球 远在几千光年外 这颗星球伴随着剧烈的震动 最终消失在茫茫宇宙 而这些都存在于 朱莉入魔时的记忆中 他记得自己曾经生活在那里 并且与星球一同死亡 这时分解想起 三天前发生的全球性地震 会不会和他有某种关联呢 而得到通讯球后 除了第一次交谈 他再也没能联系上天神 也无法得知答案 马叔告诉他 试着倾听他的声音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 果然小球飞出 周遭的景象迅速变化 原来我们之前看到的 不是一座石碑 而是苍穹中的一个巨人 分解将治愈女神死亡的消息 告知天神 天神却告诉他 这正是神仙导致的后果 并告知分解永恒族真正的使命 原来他们被派到地球 就是为了催生地球的天神 每过十亿年 就要有新的天神族诞生 而地球则被选为天神的摇篮 天神的种子一路向下 直至地心 为了成长 天神需要大量 智慧生命的能量 而这就是人类的作用 而变异族使用人类 阻碍了天神的成长 所以永恒族需要消灭他们 如今地球人口 已经达到所需的数量 马上就是天神出世的时候了 那时 整个地球都将会被摧毁 这场毁灭是注定的 因为只有不断诞生新的天神 宇宙中才会有生命诞生 毁灭与诞生是并存的 如果没有天神族 整个宇宙都将死气沉沉 昏暗无光 而永恒族也是被天神创造的生命体 使命就是协助新的天神诞生 在世界熔炉里 芬姐得知了所有真相 他们不过是天神设计出的工具 除了他们 所有人都会死去 而他们 甚至都不曾真正地活过 每次天神诞生 他们的记忆都会被重置 储存在记忆宝盒里 而永恒族的对手 变异族 也是由天神创造 只不过 天神失去了对他们的控制 而创造永恒族时 天神则修补了这个漏洞 得知真相的芬姐 顿时泪流满面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 永恒族其他众人也震惊不已 相对于地球而言 他们就是坏人 朱利治不好的永魔症 就是天神在重置记忆时出了错 他们认为 每次无辜生命的牺牲 都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但结果都是错的 芬姐打算阻止天神诞生 或者让他延后诞生 他们想起了成员中的意念 或许 他可以控制天神的意识 让天神睡一觉 但首先 他们要聚其所有人 才能决定如何处理 在亚马逊雨林 一个被控制的村落 他们找到了许久未见的意念 当他得知一切真相时 变得不知所措 他也不敢相信 七千年来 他们一直在执行 所谓的自杀任务 他拒绝了队友的邀请 并不打算拯救地球 傍晚 芬姐正在与眼阁交谈 却突然被变异族抓走 而村落则被怪兽包围 关键时刻 枪手救下了芬姐 并潇洒地消灭了剩余怪兽 而有只怪兽却没有死去 枪手只能再一次凝聚龟派气功 但他异常强大 在枪手的接连攻击下 竟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芬姐叫村民躲进屋子 然后发动能力 将房屋的分子分解 然后重新排列 使整个屋子变得坚不可摧 而他则被一下甩飞 眼阁还在天上战斗 他将怪兽击露 然后扯下他的翅膀 进行眼神攻击 却被另一只怪兽盯上 并死死压在神下 好在这时马叔赶到 抓住怪兽一下就扔了出去 怪兽扔来树桩 却被马叔的神拳抵挡住 而一旁的女战神朱莉 也有些跃跃欲试 让人没想到的是 朱莉竟然在这个时候入魔 与眼阁打了起来 马叔也发现了不对劲 于是失去耐心 并及时赶回来 拦住了朱莉 而村庄里一直没有出手的意念 则控制着村民 对怪兽集体攻击 可他们哪是对手 分解件状 急忙出手相助 他先是将树木的分子水化 又将剩余的部分钢化 这才将怪兽狠狠地压在下面 可还是被他爬了出来 另一边 马叔已经稳定好了朱莉的情绪 可眼阁发现 他们早已被包围了 但奇怪的是 怪兽并没有攻击他们 而是调转方向 朝着村落的位置跑去 最后只剩下兽王 留在这里与马叔对峙 另一边 幻影帮枪手争取时间 好让他准备元气弹 终于幻影隐身 枪手一个滑步 来到怪兽身下 而眼阁在天空战场中 也充分发挥了优势 他抓住怪兽紧剩的翅膀 将他甩飞出去 然后又及时出现在队友身边 阻止怪兽的攻击 他掰开怪兽的嘴 然后就是凌烈的眼神攻击 终于消灭了他 可紧接着就被另一只怪兽 按在地上摩擦 无论怎样攻击 都无法摆脱怪兽的牙制 关键时刻 又是芬杰将木棍变成钢铁 插进了怪兽的身体 这惹怒了怪兽 可他不知道的是 水里才是芬杰的主场 马叔还在野外与兽王战斗 兽王不敌马叔 但却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很快 他将目标改为 在一旁稳定情绪的朱利 马叔跑过去 给了兽王一拳 却无法将其击退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诸多触手穿透了马叔的身体 然后被兽王一口咬下 马叔打出两拳 却依旧无法挣脱 兽王开始吸收马叔的能力 而朱利却无法帮忙 吸收完毕后 马叔被扔到一旁 兽王也开始了变异 爪子慢慢萎缩 变成了手掌 胸膛与头部也在慢慢变化 最终竟然变成了人的形态 兽王吸收了记忆 也得知了变异族被创造 但后来失控 惨遭永恒族的抹杀 他正要痛下杀手时 眼哥及时赶到 但马叔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拳超人马叔 在与怪兽的战斗中 始终处于上风 可兽王却盯上了一旁的朱利 为了保护他 马叔被万箭穿心 在兽王夺取了他所有能力后 马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永恒族的飞船上 所有成员集结完毕 他们聚在一起 开始商量对策 天神族作为宇宙中 最大的能量生产者 在制造永恒族时 也注入了无限的宇宙能量 而能量手环 则可以让他们与变异族一样 可以吸收其他人的能量 比如他们自己 简单说 手环就是他们所有人的能量连接器 将所有人的能量传递给一个人 称为统一意念 他们决定利用意念的能力 使地球深处的天神进入睡眠 然后再让人类太空移民 可兽哥拒绝了这个计划 原来 第一个想要阻止天神诞生的 并不是分解 而是天神族至尊治愈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兽哥后 兽哥却出卖了他 他将治愈带到冰封之地 无情地推了下去 而崖下的变异族兽王 却吸收了治愈的超能力 兽哥亲手将治愈的尸体带回农场 然后引导众人与变异族战斗 这样 永恒族就无法阻止天神的诞生 就在分解与兽哥谈话归来时 神仙已经开始 神员急速去查看神仙地点 经过短期的奔波 他发现 神仙发生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 浓烟里隐隐闪烁着神光 而在飞船中 兽哥已经换上了战俘 他想要阻止这个计划 众人十分不理解他所做的一切 而回答他们的 只是眼哥对于天神族的淤州 作为最强战力 眼哥面对枪手的威胁 没有丝毫在意 而幻影也与眼哥站在同一队伍 枪手最先退出了队伍 他觉得他们毫无胜算 那可是眼哥 瞪谁谁怀孕的狠角色 可此时 意念却提出了一个想法 因为分解曾施展过神迹 将一个怪兽变成了树 最后死掉 可他们要做的是沉睡天神 而不是杀掉他 危急时刻 发明家想到了分解体内的通讯球 他将小球重新排列组合 终于把能量手环制造了出来 众人纷纷换上战服 并佩戴上能量手环 为决战做好准备 眼哥与幻影正在等待神线 而远处永恒族的飞船出现 眼哥直接飞过去 并穿破了飞船 迎接他的是我们的女战神朱莉 话不投机半剧毒 两人瞬间打了起来 而剩余的三人组 也来到了神线地点 他们扭动手环 几人瞬间连接 将能量传输到意念身上 飞船中的打斗依旧在继续 朱莉被安在墙上时没有害怕 反而露出了意味不明的笑 原来他也将能量传输了过去 四人的能量汇聚 意念成功让天神平静了下来 可却被眼哥打断施法 他拽起意念就飞上了天空 然后重重摔下 紧接着就是犀利的目光攻击 将意念狠狠打入地下 下一步 他一来一回 仅仅两次就将飞船激怒 眼哥缓缓落地 他说意念已经死了 一切都紧束了 可迎接他的 是急速的愤怒复仇 远处的神仙越来越强烈 火山更是直接爆发 这时我们才发现 最强阵力原来是急速 他不停地蹂躏着眼哥 一次次的撞击 甚至都打穿了火山 可惜还是被眼哥抓住了脖子 很快 众人开始合力对付眼哥 就在眼哥节节败退时 受亡的偷袭得手 而朱莉则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急速用风暴包围了兽网 但奈何 兽网眼睛多 一下就抓住了真身 他跳向急速 就要插管吸收 好在被打了出去 最后 朱莉就在黑暗处 与兽网战志一传 另一边 芬姐前往火山口 希望找到阻止神仙的办法 却被已经死掉的治愈喊住 芬姐知道 这是幻影变成的 但她想不到的 是接下来的背后一刀 为了阻止他们 幻影小手一挥 变出了众多火山口 让人无法分辨真假 意念拉起分解 而插进腰间的匕首 则被她化成了水 接下来的一切 都要靠她自己了 另一边 朱莉的战斗还在继续 兽网凶剑马术的铁拳 战斗力不相上下 面对兽网 朱莉并没有退缩 他狠狠地将武器刺入兽网心脏 却被一拳打碎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朱莉又一次入魔 兽网利用马哥的技艺 开始靠近并安抚朱莉 他绑紧朱莉的双手 试图吸收掉她的能力 就在这时 朱莉清醒了过来 可触手已经插入身体 朱莉顿时双手划刃 挣脱掉束缩 紧接着就是几刀落下 兽网在震惊中 被劈成了几块 缓缓地消散在空中 而外面的情况 已经不容乐观 岛屿塌陷 海浪汹涌 地下隆起红色的岩浆 似乎有什么东西 要破水而出 一座座带着 名门的巨石生起 周遭变得科幻至极 被舒服的眼哥 看着远处 心中也生起一丝恐惧 几块巨石越升越高 已经高过了云层 像一只大手 马上要破土而出 火山岩渐渐退去 露出了金色的掌心 分解发动能力 将手缓缓放在天神的掌心 白色的纹路迅速扩散 与其意气发生的 还有天神痛苦的嘶吼 这时 眼哥终于摆脱数损 他直接飞向高空 来到分解的身边 可面对几千年的恋人 他还是下不去手 眼神中的光芒若隐若现 最终 他还是没有阻止分解的施法 拥有手环的众人 纷纷将能量汇聚到分解身上 让他的法术瞬间强了几百倍 竟然用了短短几十秒 就将破土而出的天神封印 一切都结束了 温暖的阳光 依旧照射在这片大地上 他们成功阻止了地球的毁灭 而内心百味杂陈的眼阁 则飞向了太阳深处